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大家猜猜看我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在南沙自贸区 凤凰湖的边上 给大家看看这个凤凰湖的景色 今天呢可能风比较大 因为我没有那个防风的麦克风 可能声音呢会受到一些干扰 这是往前的南沙是从南沙的一个矿坑 被改建成一个休闲的一个人工湖 我们到那个站道上去稍微走一下吧 南沙的发展呢占了它后发之人的一个优势 所以呢整体规划非常不错 两边的楼房啊错落有致 那些玻璃木墙的房子呢肯定就是一些商务的楼群 中间有个建筑啊 像一个枕头一样的这个建筑呢 是一个档案馆啊 广州的档案馆 这个池里应该有鱼啊 刚才听到那些响声 今天非常舒服啊 因为气温呢大概只有23到25度那个样子 走起来呢完全不会出汗 这跟前一段时间的秋老虎的天气啊 这跟前一段时间的秋老虎的天气啊 三四五六十四度有天朗之别 所以这样的天气呢就很愿意出来走一走很惬意啊 但是呢明天开始呢就要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啊 就有大雨的这些预报 所以呢趁着今天赶紧出来走一走也给大家拍一拍 特别是有几位朋友呢看了我林山岛间的这个分享以后啊 大家都想对大湾区的南沙自贸区呢有更多的一些了解 这里呢我经常来啊 但是每次呢都是开着车兜一兜或者就看望朋友 和朋友在这边聊一聊吃个饭就回去了 毕竟呢他离广州还是有四五十公里那么远 我们非常期待啊 十八号线能够起到一个快速连接广州到南沙的这么一个作用 我住在启福新村所以呢我很盼望着在启福新村边上啊设站的二十二号线 因为呢他坐一个站他就可以连接到十八号线上 这样的话呢以后我们到南沙来说不定就不用开车就可以来了 期待一下啊 感觉是不是很开阔 所有的建筑呢都是新的啊 就有点像我们走到了深圳的南山全新的一个城市面貌啊 设设计呢格局啊都很错落有致啊 体现着一个后发之人的优势 所以我们期待啊南沙明天会更好 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啊走在这个湖边的散步的站道上 非常舒服 加上呢今天是上班的日子啊 大家都在办公室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在忙活着 所以呢像这些河边的小道上面呢没有几个人 远处呢还是有一些更高的建筑正在施工当中 据说呢除了这个凤凤湖以外呢边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湖周围呢还在建设当中 以后呢这一些修行的地方呢就在城区中央一个连一个 所以生活工作啊两不悟 这里应该还保留着一块像礁石一样的 石头上面长满了这些绿植 非常美的地方 我们再看一眼吧 前面呢我看见了那个持过的四号线的列车 虽说是一个地铁啊但是到了这边的话呢 其实都是走在路面上的像一个轻轨 最近刚刚呢国家批准了南沙另外两条地铁 一条呢是二少号线的延长线啊 它一直要通到南沙的柯运港 另外呢就是南沙的一个大环线15号线 即将要投入建设了 都是利好于南沙的好消息啊 好吧我们准备上车去下一个地方看一看 刚刚呢去凤凰湖周围走了一圈感觉不错 现在我们回到车上啊 顺着这个湖呢再走一圈 其实边上呢还有一个湖正在建设当中啊 但是现在都违逼的一个状态 整个环境呢就是住宅的这些区域啊和青山掠水呢融为一体 这个应该是大家的这些居住的最高境界了 这里到处都是整片开发的这些商业的大楼 我们现在找到这边呢是已经比较成熟的一个居住和商业结合的一个区域了 这里看到有很多的这些餐饮啊 其他的各种商店 右前方的这个建筑呢 就是刚才跟大家在后边走的时候 介绍过的档案馆 像一个枕头 前面呢是一座设计还算蛮有特色的一个建筑 看起来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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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我们拐了一个弯走到了丰泽东路 这条路上吧 前面呢就是郊门河景区 我们将要走过的这个桥呢 就是架在郊门河上面的其中的一座桥 因为我们的摄像头呢不够高 其实郊门河两岸呢 已经完全的变成了绿道 环境已经全部休止一心了 南沙呢其实最先开发的这个区域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叫郊门 或者说郊门河的两岸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要去走一走的荆州 我们对面呢有一个医院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南沙医院 自从自贸区开始发动了 启动这个建设以来呢 广州市对这边的最大的支持 一个是医疗另外一个就是教育资源 所以我们今天去恒利岛的这个地方呢 就有广州大学的附属中学 也兴建了好多的很多的医院 增添了很多的医疗设施 方便这里人呢就医就进上学 这里呢是环市大道了 是环市大道中 这也是一条修整新的马路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开过去的地铁 我们这里拐弯呢可以看到的就是万达广场 这边呢是荆州的一个中心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荆州地铁站 那我们这个头顶上的这条线呢 就是四号线地铁 但是它在这边呢就已经变成了一个轻轨 右手边呢有新建的南沙图书馆 这里呢是一个崭新的社区 我有一位旧同事在这边开了他自己的证所 就是本来开了 就是本来开了 现在呢,我们又回到了环市大道中 甚至向南的方向 左手边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南沙封院 南沙的环市路呢 整条路前段时间都做了一个改建 大家可以从马路中间的隔离带 前方有迅速摄像头 这些绿化呢,都做了升级 景观呢,要比以前明显的进行了优化 所以经过改造以后呢 这条以前仅仅是担负着一个交通主干道的 但看起来很凌乱 闸乱的一条街道呢 现在改造成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一条景观大道 整个感觉呢,立马就变得不太一样 这边呢,也有地铁站 就是刚才说的4号线的地铁站 这个站呢,是广龙站 在这里,广龙站 在这边,广龙站 里面,广龙站 在这边,广龙站 广龙站 见面 中文字幕——YK 整条黄氏路啊 以前呢都是南沙区的一个工业用地的地方 就很多的工厂 当然也有不少的村落 现在呢 那仍然遗留着很多的一些工厂 但是据说呢 这个地方的工厂以后都是要搬家的 搬迁以后呢 这些地腾出来以后 都会进行重新的布局优化 那大部分呢都会在林河的地方呢 形成商业的这些大厦 那也会有不少的一些住宅的小区在这边建设 所以这边的牌子上呢 写的就是工业一路二路三路四路 这边排过来的 现在我们右手边呢就是工业四路 前段时间呢 南沙区这边的政府呢 也公布了这个叫惠谷西区 就是我们说的明珠湾区的一部分 林山岛间和恒利岛间对面的这块地方 也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的 右手边到江边的这地方的一个规划 蓝图呢都已经出来了 这些的以前的厂区啊全部都要搬迁 基本上呢都是以商业用地为主 也有少量的呢是一些居住的小区的这么一个规划 那么以后人住在哪里呢 更多呢就住在这条环市路的左手边 就是把最好的地呢还是留作商业用途 那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构想 成为现实呢那就只有走着瞧了 大概没有过十年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我们现在呢就是往前面的这个工业一路啊 那边走进去走到江边 我们去看一看交门水道旁边的一些水景 同时呢那边正在建设一个新的学校 是一个英国的一个老牌的学校 在这边建设一个分享 所以这条既然称之为工业一路呢 就可以想象这个两侧呢以前呢都是这些厂房 那现在的话基本上都已经是一个荒废的一个放台 可能就等着政府尽快来改造拆迁啊 所以牌子上面写的呢前面是滨江路 就是沿着河边的一个路 左手边呢是一个叫富丽天海湾的楼盘 右手边呢正在建设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英姿的外国的学校 它整个工程呢都已经起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主楼啊教学楼是一个圆形的一个楼房呢已经封顶了 然后前面呢还有一些第二个教学楼啊都已经七七八八了 据说呢今年到了年底的时候呢就要完成这边的建设 然后呢就是内装培训 希望是在明年就可以招生 这个学校的名字叫秀斯贝利学校 它在上海也有这样的学校 据说呢达尔文就是这个学校的校友 而且这个学校呢它是十五年一贯制的 什么叫十五年一贯制呢 就是它有幼儿园到高中毕业所有年级的学生 所以可以想象将来这个地方呢是相当的不错啊 那我们一转过来的话呢就已经到了江边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明珠湾大桥 看看能不能在这边稍微的停留一下 不要再来啊 你说什么 在一起 老石 你还会说的